飯店服務人員接聽客人電話 轉過頭還要幫忙送餐 給房間內的客人 這原本是兩個人的工作 現在因為缺工 只能由一個人先撐著做 飯店表示缺工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疫情期間 人流不多公司裁員 或是轉型防疫旅館 員工信心不足自行離職 但是勞動部長許明春 他卻說員工是供過於求 那我們那一波就推進了 大概2076人 推進的人數也是 三倍於他們的需求 旅館工會全聯會理事長 洪崇元表示 旅宿業勞工根本不可能 供過於求 日本早就引進印尼籍勞工 從事旅館業 但是勞動部堅持不肯 平保協會發言人李祺月表示 供大於需求 這個說法非常不接地氣 時薪都喊到350元 月薪開到35000 依然缺工 現在飯店業者只能自己想辦法應變 第一個是跟建價合作的學生 我們有跟就業服務中心做合作 人力派遣的公司我們也有跟他們做合作 在目前的調動部分 我們都以單位同仁互相資源為主 國門大開入境觀光客越來越多 但是飯店業者人力無法補足 勞動部長卻喊出功大於求 業者不禁想問 政府到底懂不懂產業狀況 記者 以前王一仲台北報導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整個的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購 還有這邊有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氣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